前方窜出一阵白烟 轰然巨响吓坏所有人 民众口中不断喊着阿拉向前狂奔 前方足球场已经乱成一团 以色列占领区格兰高地和以色列北部城市 当地时间27号空袭警报大作没多久 铁琼高空拦截好几枚火箭 但还是有漏网之余 其中一枚击重格兰高地这座足球场 12人不幸死亡 罹难者几乎都还未成年 以色列军方出动直升机将罹难者送往医院 以色列房长不到24小时就赶到现场 眼前景象让他神情临重 誓言报复 这是尾巴冲突以来格兰高地遇袭死伤最惨重的一次 其实足球场内就有防空洞 但空袭突然根本来不及躲 即便真主党矢口否认 不过以色列反击就怕事在必行 CN报道纳坦雅胡已经召开内阁会议商讨反击行动 尼巴嫩当地部分航空公司28号也紧急停航 就怕以色列发动攻击 局势奏变美方虽支持以色列也不希望冲突扩大 毕竟中东局势可能影响到11月美国大选的最后结果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Zither Harp